網路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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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玩具TV 玩具堂 深色評刷時間 我是Brian 今天的鏡頭的光線有些不同 因為英文是日頭拍的,很少可以日頭拍的 有一點點西斜,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但光線不同,相對不影響大家的判斷質素 最近有一套電影叫1917 獲得了很多獎項,相信會繼續獲得其他獎項 講到一戰的背景 所以趁著這個勢就講講Kobe其實也有一戰的系列 產品來說真的比較少公司出的 不妨留意一下 上次的反應是不錯的 我們會介紹M1A2的Abrams 以及一架瑞典的坦克斯一起去介紹 這次也是會介紹兩個坦克斯 除了題材接近之餘,我們也要追回一些時間 因為我們做這些評測,很多Kobe產品已經出了面世了一段時間 我就想拍一些舊的,或者不太舊的 即是出了不久的,就盡快拍多些 然後再追回一些更新的 所以今天連續介紹兩架,就像上次一樣 而且是同題材的 好了,是什麼呢? 登登 首先來一架英軍的坦克斯 一看到一戰的歷史的朋友就知道樣子是這樣的 很過癮的 其實完全不像坦克斯的一顆 年輕的朋友覺得很老套 很有趣 但是你發現天空之城 即是宮崎進 或者很多Steam Punk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像一戰機械的設計 或者武器的設計 看看另外一架 德軍 雖然形態兩架是非常之會議的 但是他們採用的 裝甲鋪排的想法 都是有少少年代的想法 英軍這個有兩枝主炮管 車身比較大的 後面這個滷滷滷 我還未研究 所以不知道是為什麼用的 另外呢 德軍這個坦克 當然有帥仔十字輝 他四邊有好幾枝的機關炮 當時是重型機槍 後面都有的 正前方就有一枝炮 很重型的理帶 很重的裝甲 有一些笨重的感覺 稍後跟大家在直接主攻鏡頭介紹 好了 今天就介紹這兩個 同場加影些什麼呢 後面有比斯麥 希望有時間砌得起 因為砌這些戰艦過2000塊 或者接近2000塊 1976塊 沒有大和那麽多 沒有麥蘇里那麽多 也沒有Titanic那麽多 Titanic就2800多塊 限量版連雪山是3000塊 那麼 小弟就不用砌一次 第一次Titanic就已經過了 但我都會詳細認一次的 這個呢 就肯定都要十幾個小時 我計算 那些高手可能會快一點 那麼 希望真的可以砌到 因為這隻巨型戰艦當中 這些是比較小的 德國 日本 美國來說 這隻德軍戰艦是相對小小 但是當然也有1900多塊 之前呢 就介紹了 武藏的 那現在呢 其實有個大和在這裡砌 所以我省了一點力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波蘭的參展商 即是廠商 來到香港做展覽 一會兒 留在香港給我們 那這隻就是大和 本來想砌 好彩真是沒砌 剛剛好 一對戰艦有了 如果朋友有興趣 即是留個言 我會拍一隻大和 即是詳細一點拍 以及甚至可以 compare 武藏和大和 當然屬意戰戰艦的朋友 其實知道基本本身的分別在哪裏 大家有興趣 compare 兩手戰艦 一起拍一下 那麼 當然大和好 出名一點 那麼 可以拍的 即是留個言 看看我 多點like 多點subscribe 我就會很努力幫你介紹的 那麼 當然趁轉鏡頭前 我們要拍兩盒 那盒就是這樣的 扁扁的 因為運回來 整變了 這輛英軍的坦克車 是需要 Mk 1 有600塊 一個人仔 剛才在車上已經看到了 那麼 總之 設計風格 和現在坦克 和二線坦克 是完全是會議的 反而二線坦克 和現代坦克 是非常接近的 好了 600塊 一個人仔 Number是2972 2972 好 後面 好 這個 少一些 少25塊 575塊 都有一個人仔 慢慢介紹 這個盒 都是大小一樣的 因為 主要是幾種尺寸 其實這個也很正常 因為 很多公司都希望 客人互相 或者在收藏的時間 比較方便 就不會弄到 那些盒子 有長有短 通常都是幾種主流的尺寸 OK 好了 我們馬上看 先介紹英國這輛坦克車 這次說明書就欠負了 就不說了 其實實物這輛坦克車組裝起來 差不多一尺長 如果連上這個尾錄 應該是超過的 英國這輛坦克車的設計 反而是超現實和劃時代 當然德軍那一輛都很厲害 反而提起 這輛是動得的 這輛坦克車都可以轉 這輛坦克克車 其實跟我們見慣砌的 Tiger 1和King Tiger 都是同一條尺寸 這輛坦克克車 要不要再更新 多一些其他款的尺寸 我暫時沒有這個要求 但希望發展下去 可能是有需要 也不頂 那 就看到這輛坦克克車 全部都可以動的 真的可以動的 Kobe 如果看過這輛坦克車 都知道 他們的坦克車 不用擔心 那輛坦克車 不會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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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因為伺候是不會動有 所以它的嘴巴不動 總之其實工程上的結構 是很合格的 因為很準成 所以不會像有些 其他品牌 即是不是主流品牌 甚至有披抖,甚至有披抖,甚至會頂住,絕對不會有 每隻都可以走到的,我未試過不走到的 基本上結構的工程是好的,開模時每一塊的積木的大小做得很準 或者膠料是控制製作盤時的時間、壓力、料質等 如果全部控制得標準的話,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在年五價牌子真的會有這個情況 不要介手、變形等 只是不耐玩 拿上手的膠質,Kobe的質量是一級 跟著名牌子比較,你就會知道 拿上手再給一些不好的牌子,分到膠的材料是差很遠 講完背景之類,這個砲子 這個砲子是很緊的,可以動的 我先停下手段 距離也有相差,因為車子很大 砲子可以動的,通常都可以介紹這些 基本的可動的 這個位置可能會被軍人搭上去 這個其實就是鋁帶 這個不能開的 開的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這個門 這個門是可以開的 就是倉門可以開的 這樣可以 只有一個人 人裡面我收到的似乎都好像沒有武器 不過這個一戰一戰的英軍 但當然啦,其實英軍一戰和二戰的裝備 是比較接近的,尤其是頭盔 顏色也是很接近的 一戰二戰 好了,第一次看朋友介紹一下 這個Coby的頭仔有輪廓的 在旁邊看到了,是不是? 有眼耳口鼻的雕刻在 其實有些表情也有不同 我見過都 好了,看看他們反而覺得他們的小人 有些悶味 各方也有各樣 即是不會覺得老套 純粹是一個不一樣的 好,那 這些有可動的地方 整架塔傘的樣子好像一顆核 那這裡已經開了 這些倉蓋來的 就是車頭方向 就有些倉蓋去打開 那你說能不能安裝到人 其實你拆開它裡面 是可以安裝到很多人 其實原裝,即是現實的塔傘 都是安裝到很多軍人在裡面 有些像雲兵車加戰車 那當時的戰車出現 差不多所向無敵 因為基本上是人 即是步兵的戰爭 但是是炮的戰爭 但是當你有裝甲車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減低生命率之外 也都加大了攻擊力 那所以呢 就很厲害的 有這個戰車 但是樣子真的很有趣 即是如果喜歡歷史 或者覺得 我喜歡一些特別一點的 collection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離帶都凸出來 反轉車底看看 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看到其實它很實正的 即是不會一直拍 一邊玩 即是你被森仔操玩 都不會那麼容易 這個可以放心 如果爸爸媽媽買 都可以放心 還有呢 就是 他們都過了歐盟標準 EU標準 放心喔 不是香港標準 不是其他標準 是歐盟 歐盟標準我相信更加高的 好啦 講到這輛德軍坦克 一戰坦克 就 過癮了 它有很多門 其實整個車是正確的 即是 劏在兩邊是對等的 譬如這輛門是這邊 後面是沒有門的 那這裡有兩個炮 或者叫做機關炮 當時也是machine gun 那你就會看到另一邊 都是一樣的 即是正確的 但是這邊也是沒有的 當然 車頭車尾很容易分 車頭就有個主炮 車尾就另外兩次機關炮 所以如果有人員載在裡面 其實相對我都相信 安全了對付步兵 因為呢 非常之重的裝甲 因為當時的斷子技術 即是野煉鋼鐵技術 其實都是 沒有二字那麼好 所以你會發覺 是笨重一點 還有 沒有什麼Curve位 即是全部是尖的角位 不過你看看 英國的設計和德國的設計 很不同 他們對美學 或者結構 或者工程 那方面的理解 或者邏輯 很不同 二戰的 後期 德冠阿坦 仍然都是比較尖角多 而在俄羅斯 英軍 甚至米軍 盟軍 那邊 比較多Curve 即是比較多彎位線 好 這裏可以打開門 之後 可以製人 但是人側在哪裏呢 哈哈 要開給大家看 所以 就將它 預先放在裏面 這個Curve位 有很多斜位 如何處理 通常它們 有一點點彈性 即是 其實它不是完全 塗塗 壓下去 我想其他牌子都會這樣處理 用活門去做 所以你看到 這個可以打開 這個真的好型 好型 當然是可以輕輕 輕輕有些摺角位 有些角度 那你再打開呢 其實它也不是要我們打開的 就再打開 所以就很容易裝回去 所以裏面是可以裝很多人的 即是可以裝很多 兵士 好 好 好少人叫兵士 這裏有兩個倉門 這裏有兩個倉門 這裏好像是早期的 不過叫做觀察塔 就不算是炮塔 好了 人仔在那裏 原來在這裏 拆光也不怕 因為很容易裝 因為這裏有些 叫做 門教的位置 好 人仔 出來了 沒錯了 不然不是這樣玩 不過我既然是這麼容易 脫妝 讓大家看到內扣 結構就很硬 總之玩是一定不會結爛 當然有朋友未玩過 就會關注他的安全標準 一般這類系列 大人玩的 就八歲留上 就可以了 當然我知道他有些是小朋友 可以跟他講一講 其實可能會再小一點都可以 這裏就是一戰德軍 如果是草 我覺得這個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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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他出過的 而且他有一個傳統的德軍頭盔 還有一個... C團的號碼 有支當時的德軍的寶箱 但他們整天的背部都不刺 不知道為什麼 很可愛 好了 所以你其實擠到很多人進去 不過當然你這樣玩又... 除了你啦 砌積木的朋友 只有有辦法去玩 和享受這個過程 這就是德軍的坦克 其實組裝的方法很容易 我就會建議怎樣呢 先安置到門先的 即是前面垂直這個部分 為什麼呢 你玩到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砌 我就會建議先安置這兩塊 先安置一下 當然有少許可以動的 即是是門架位來的 然後呢 然後就安置這個 因為這裡 這一部分和這一部分 是沒有東西連著的 就是連著架位而已 你會明白了 如果安置下架後者做呢 就會方便些 即是舒服些 即是不用那麼煩 如果你安置了這個先 即是安置這個 其實你走牌去退 現在我現場做呢 當然是有點準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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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少許開位的 因為它有些斜面 這邊也是 很容易的 不過我真的要示範一下 先安置這個部分 原來安置這個部分 這些門架位 我就不建議 除太多開太多 即是開散太多 因為我覺得它的膠料 這個部分 是 因為結構問題 不是膠料問題 它是很薄 一個洞 即是差不多一兩毫米而已 所以如果你一隻 屈得多 它又薄 其實就可能會鬆 有少許鬆弛的情況 所以就不會好實的 好了 那刨有全都可以 因為它有蝙蝠多 所以就不說那麼多 車型好美 看看底部 這個底部 它這裡 就不是真磁倫尼的位 就這樣而已 除了 其實N1坦 也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就不影響它走 是吧 嘔嘔聲 都沒有一個人 其實 看了一部電影 1.17之後 感覺有少少感覺 想來買回一些商 那個時代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好選擇 至於你說幾錢 其實現在香港 就未正式是有貨 那當然 代理和銘售商 其實可以預訂的 那你去問一下相關的代理和銘售商 那如果短股 如果計件數 這個應該都是 600件 我想都是300元左右 300元左右 那不會太出這個位 好 一起放在 好 德軍呢 都是有人仔 不過呢 就放在車裡面 不適合 在這裡 好了 今天介紹的一戰 COVID兩架 英軍和德軍的坦克車 就到這裡了 那型號呢 大家自己看看 其實當時只有一個 兩款坦克車 兩面都是 那小朋友的玩具 我可以展示一下 這裡 給大家看看 這隻 就是這隻 類似 海盜船的物體 好了 它是有小型的 這一個 就比較 其實你說 成人玩得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 結構規模 就 細小一點 看看海盜船 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人仔 那些女仔很Slim的 那 男仔和女仔 很明顯有個分別的 那這隻船裡面 都幾個人仔 我看到 1 2 3 起碼是3個 是不是4個呢 不知道還有一些很特別的 公仔在那裡 是猴子 好了 這裡不詳細介紹 如果大家想看這隻海盜船 我樂意幫大家介紹 因為這些 不是我自己最最喜歡的東西 也不知道 是不是玩家 就是我們這些玩家 喜歡的那種類別 但是 有樣子放在這裡 就跟大家拍一拍 那還有一件事 我發現原來 其實買COBE 有好處就是 很多散件 這期節目都是 共通 Size 兼容 所以 如果你要自砌一些東西 其實可能 是能夠提供到一些高質量 但是 比較便宜的 散件給你玩 這個 大家給我一個提示 大家 自己決定 好 今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我們的 TWICE Steel 的朋友 不妨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讚好我們的Facebook 我自己本人 也有一個Facebook Page 都需要大家支持 因為暫時只有三千多 我很想做多一點 做事更方便 好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 繼續很開心地去做玩具 拜拜 好